圣彼得宝 原标题 圣彼得宝纪念列宁格乐完全解除封锁 75周年新华社照片 圣彼得宝 2019年1月27日1月27日 士兵在罗诺斯圣彼得宝东宫前广场上参加阅兵 圣彼得宝曾名列宁格乐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 德国纳粹军队从1941年9月8日起封锁列宁格乐 遭受饥荒和军事打击的列宁格乐军民 在近900天的时间里顽强抵抗 伤亡惨重 赢得了最后胜利 围困于1944年1月27日被完全解除 新华社发莫经纳社1月27日 在俄罗斯圣彼得宝 军事爱好者准备参加阅兵 1月27日 T-34坦克在俄罗斯圣彼得宝 东宫前广场上参加阅兵 1月27日 士兵乘坐老师军运汽车 在俄罗斯圣彼得宝 东宫前广场上参加阅兵 返回搜狐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